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生活八科 很多人以为自己肥,但其实不是 是因为里面有太多水,需要排汁排水种 如果要消除水种,根据中医说,脾胃为后天之本 因为脾胃负责消化及吸收养分 混化排除的水湿,令身体可以正常地生沉代謝 使得我们的血液瓶液通达全身 如果吃对食物的话,五脏六腑就能得到滋养 吃错了就会百病重生 人体就像一部机器 如果饮食偏好,这个重口味的话 湿气就容易聚集在体内 好像有些淤泥或污垢在机器里面 如果喜欢饮食也会令身体的阳气减弱 一旦缺发了能量的话,机器的摩打就无力运转 骚髒的东西就更难排除于体内 久而久之,那部机器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 寿命也会越来越短,周身骨痛等 中医认为湿为阴邪,引起汽制产生疾病的根源 麻烦的是体内的湿气会走到周围 侵袭身体上比较脆弱的部分 中医师的工会,中医教授说 湿气迂迹在胸部就会胸闷 湿在脾位就容易吐射 水肿或食欲不振 湿在肺就会气喘,咳嗽有痰 湿在皮肤就会生湿疹或支漏性皮肤炎 而湿气侵扎之下部 男性就会療频,女性就会白带多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多白带 如果多白带有机会就是这个湿虫 湿气会跑到根骨的神经 容易因为天气变化出现了关节肿胀、酸痛 无法活动症状 除此之外,湿气比较黏续 通常不容易排出体外 更加会跟寒热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女性体内的湿气重的时候 它就会跟寒结合容易吐射 利胎就会比较白色 而白带就偏清清水水的 即是很稀的 你现在可以拔开一条底褲去看看有没有这个情况 夹的,夹的夹会觉得很濕濕 濕濕濕濕濕的 接着它说跟热结合容易生痘痘 或者腻胎就叫黄的 白带偏黄的 或者有臭味的 所以有些人拆牙就拆了一条腻 如果想要脱水肿 排除身体的湿气 中医师就建议由这个饮食的 作息正常,环境改善 这三方面去着手 另外一方面就是 如果想要脱水肿 第一步就是要透过这个调理饮食 将体内的脱水肿打开 中医认为少碰一些冷饮 生食,寒凉的蔬果 就可以改善濕气 屈脊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喜欢 经常喝冰冻的东西 生冷的食物或水果太多的话 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 增加腸胃的负担 湿气容易停滞在体内 例如瓜类酸味重的水果 就比较寒凉 例如柠檬、奇耳果、鳳梨、西瓜 还有虾蜜瓜等等 尽量小吃 医师也建议 多选择葡萄、苹果、木瓜等等 这些平性的水果 比较温性的 才可以增加 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进一步去驱逐体内的湿气 不妨可以在日常的饮食之中 添加排湿的食物 例如山姜、山药、二人、福苓等等 福苓和苏米酥煮成这一茶可以利尿 改善了湿气、沉浸引起的肥胖 特别有效 记得了 就是福苓和苏米酥 例如新辣的香料 有散发和化湿的作用 适量地加入菜 有助排湿和消肿 泰国人一般较多瘦人 他们很喜欢吃辣椰 当然不要太过量 如果说到烧水种 很多人会问 喝红豆水、二米水有没有效呢? 中医师就说 他说二人虽然是沥湿的 但属于微寒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适合 另外他说 为了要烧种 每天喝二人水 就当开水喝 结果不但烧不到种 八大会增加 有些女性吃得太多二人 导致经痛或经血量多了 建议二人水以一日两杯为限 不需要当开水喝 以免造成身体失去平衡 并且红豆二人的确有利湿气的作用 但如果将它煲成水喝 不如将它加入白米煮成饭或粥 因为米是由水田生长出来的 天生有抗湿气的能力 根据本草纲目也有提到 他说当排尿问题出现了问题或上肚下舍的时候 吃一些白米粥就可以改善 因为米有利湿化族 令到腸胃混化功能恢复正常功效 中医提醒 如果喜欢吃生冷食 重口味的饮食习惯 不改的话 最好喝些红豆水、黑豆水、医人水 就没用的 如果你不肯 改变那个喜欢吃 就是你一路喝这些水 医人水、黑豆水或者这个红豆水 但是你自己本身 一边吃那些生冷食 或者重口味的饮食习惯 是不能改善你的水种 他说如果在上游一直制造垃圾、下游 如何清理都没用 他形容一边吃生冷食一边喝这些二人水 中医经常都劝病人 比起喝这个红豆水、二米水 不如吃一个麻辣锅 他说不要吃麻辣锅 不要喝酒 烧水种的效果就更加好 还有很多人因为怕水种 就不敢喝水 其实这个观念是非常错的 身体是需要打素的 你不用水怎么打素清洗呢 中医就说 就算是水种体质的人 一天需要喝到1500至2000cc的溫暖水 才能够捉进新层代謝 只要晚上过后 9点之后不要喝太多水 以免身体来不及去代謝 假日早上便容易浮肿 我有个朋友很贪美 就是天秤座 夜晚6点之后 他就不喝liquid 吃东西当然要吃 因为要配合家人 但通常夜晚6点之后 他自己就不会喝水 令到臉都很瘦瘦 喝水的方法就要注意 中医形容 喝水就好像淋花灑 如果花灑淋太多太快的水分 亦来不及被土壤吸收而流失 因此喝水的时候千万不要喝太快 要慢慢一口一口吞下去 这就是说了关于中医如何建议 另外我也有一些食料是中医提供的 中医施工会在台湾的 大学教授陈旺泉介绍了一个汤水 就是这个瓜鱼汤 有丝瓜、冬瓜、去皮 然后用鲤鱼洗干净 放些葱、姜、福苓 各十克 就可以去中药堡买到 加少许盐就可以去水肿 去测的 有一个汤水 有一个清热健脾 胃口叉就喝一碗 包你 若都病除 另外如果想简便一点的话 中医师亦都有建议 他建议喝姜红茶 因为我有去美容院的习惯 我当然是有减肥的疗程 但是跟那些职员聊天 有些客人除了用部机减肥之外 其实也是有一个方法 就是现在这个中医师说的方法 非常之有效 对于减肥 其实不是减肥 而是去水肿 去身体里的濕 例如中医师说 山姜红茶 最适合上班一族 因为姜是体内最好的除湿肌 如果常坐在冷气房上班一族 生姜红茶可以去除寒气 抵御濕气 促进发寒 能够帮助新陳代謝 养生茶喝的 尤其是带着皮的姜 是更加有利料消肿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喝这些姜茶的时候 不要把皮去完 不是叫你吃 叫你浸 即是焗水喝的 你也可以泡茶 泡红茶 如果有便秘的人 可以加上缺名指 可以通便 和清光明目的 另外赤斗二人竹 都是非常之好的 赤斗二人竹 赤斗少少少 赤斗二人竹 赤斗二人竹 赤斗一模糊 赤斗二人竹 青条滋涩的效果 比起紅豆更加好 另外二人竹 生山药 米等 可以当着午餐食 這個作用可以淋水濕散的發補 當你身體感覺很疲累 肚子很胀 小便便便便便一些 大便便稀軟時吃個尺筒德物可以利料和燒水腫 PSK我講到這裏 其他太长了,暂时生活八华说到这里,今天就说娱乐八卦了